謝謝院長 那我們先邀請蘇院長還有陳主委 吉仲陳主委 蘇院長請 還有陳主委 三個上來也應該可以 請邱泰山 邱主委 邱主委 因為有關 議長你好 委員你好 主委你好 委員你好 邱主委 現在先請教就是剛剛 陳主委你剛剛開記者會 關於3月1號開始 大陸就不再進口我們的生鮮的鳳梨 馬上就影響 我們大概有15億的產值 影響農民的生計 現在南部 大家都很緊張 像剛才我接到台南 關廟 那個地方是產區 屏東也是重要的產區 大家都很緊張 這個蘇院長最清楚 我剛剛都有聽陳主委在講 說突然的說有甲殼蟲 什麼樣違反這個檢疫的生物在裡面 但是很突然 但是這個兩個地區 台灣中國兩個地方 他如果要用這樣的手段 老實講 房不勝房 這個我們看過中美貿易 廝殺的狀況 當年 也沒有多久了 一年前而已 川普政府突然的 就提高關稅 這個造成很大的 中美貿易的 這個紛爭 我們也很怕 其實我看到這個新聞 第一個想到的就是說 如果像中美貿易這樣對幹 他突然的就 很多我們進口的東西 突然的就不進口了 尤其是生鮮的農產品 因為生鮮 比工業產品更嚴重 生鮮農產品你要洗乾 產季是固定的 生鮮你就要消費了 不然沒辦法把它放在那邊 當倉庫裡面 當備品 工業產品還可以往後延 農產品沒辦法 所以 我剛才都聽你說 已經 發函 請他們希望用視訊的方式 或用什麼方式 大家來協商 有跟你回規嗎 回信了沒有 你發函去 主委回信了嗎 我們昨天傍晚 才說到對方 我們都有一個動植物防檢疫的管道 對方的海關總局直接信給我們 我剛才收到以後 昨天晚上立刻就回信 我們把這個議題當成是兩岸農產貿易的動植物防檢疫的議題 這是一個非常專業科學的議題 來討論 那我們回給他 就是希望儘快就這個議題 他給你回覆了沒有 對方回覆了沒有 因為我昨天晚上回到現在為止 還沒有 還沒有說到對岸再次的回信 但是要讓委員報告 他這個真的是在這幾年 雙方的農產貿易裡面的 第一次針對動植物防疫 提出這樣的一個 我跟妳講 我知道 妳講的我都知道 川普跟中國大陸的貿易戰爭也是第一次 突然的就提高關稅 25% 40% 不要想像說台灣跟中國大陸不會發生這種事情 那時候我們怎麼辦 他的政策如果是朝向這個方向 要窮台 不要把你禁口 影響最大的一定是生鮮農產品 不要多儲存 不要多延後出口 邱主委 針對這個事情 這場地怎麼有關 你們有沒有在第一時間 透過你們的管道 跟對岸聯繫 說怎麼突然 而且3月1號馬上到了 沒有緩衝的時間來不及因應 這種作緩 老實講有一點不友善 不友善 你這邊有管道嗎 我先跟委員報告 因為兩岸 前有針對農產品的這個 檢驗跟檢疫的合作協議 那在這個合作協議裡面 雙方的業務主管機關 針對貿易上的問題 那他們可以先行去做他們的溝通跟協調 開始溝通了嗎 那這個就是由我們這個農委會跟對岸的 這個相關的主管機關 那如果有後續有需要我們陸委會來協助的 我們一定會來全力來 我要提醒 院長也在這裡 我要提醒的 就是說他這個是不是一個開始而已 這個委員是這樣 我們昨天突然接到對方這樣子的表示 那我們也把它定調再說 它是一個以檢疫這樣的理由 我們就在這個層次 不要把它升高到政治層次 雖然我們有看到中國 對於澳洲像龍蝦 像其他方面 那好像是政治的 我們現在不希望升高到這樣 所以還是多跟對方聯繫 希望大家往好的方向走 另外一方面 這也是過去多少年來 我們一直主張不要把所有雞蛋放在一個籃子 不要過度依賴中國的原因 好 我希望這樣 這個議題就到這裡 希望農委會趕快去盤點 盤點未來一年 有可能的輸出生鮮農產品輸出到大陸 如果都發生這種狀況 他們有沒有能力 可以這樣做 如果以中美貿易衝突來講 絕對有辦法 他如果決定要這樣做 真的可以這麼做 那我們自己要有因應的方案 超前部署的作為 不然你告訴我 這是損失15億 下一個食材也好 什麼其他的蔬菜 只要是生鮮的 沒有辦法儲存 沒有辦法延後出貨的 你臨時要去找國外的市場 有那麼容易嗎 要把它全部做為再製品 加工品 有那麼簡單 所以 先盤點 及早因應 超前部署 這樣損失才會減輕 這個請你們 我會繼續 去 這個質詢你們 看你們做了哪一些超前的部署 好 那請 陳主委跟邱主委先回座 謝謝 謝謝 剛才 這個議員 你答應 我都有聽到 那 我感覺 希望兩岸關係 可以朝 反和平的方向來進步 我也希望是可以這樣子 但是要互試善意 我們要試善意 對岸也要試善意 像你突然的這個進口 禁止進口 我們的鳳梨 這個不是善意 那剛剛 民眾委員也提到 說這個武漢肺炎的名稱 現在 你還是使用這個名稱 那美國總統已經改 叫COVID-19 事實上也可以用COVID-19 我感覺 當然你剛才都有說 說 慣例上 這個傳染疾病 在哪個地區開始 用那個地區當作名稱 都有 也有不是這樣子的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SARS SARS從哪裡開始 他就沒有用當地做名稱 所以我想這個 陳時中部長 這個是專家 就不一定 不一定說一定要這樣 一定要用武漢肺炎 用那個名稱 來稱呼這個疾病 SARS都不是 都不是用地區 所以COVID-19 在國外 是一個通用的名稱 他用那個時間點 還有這個病毒的種類 來指稱這個流行疾病 這也是一個 慣例的一種 也不一定說全部用地區 所以 COVID-19也可以 也很好講 台灣人要說COVID-19也很好講 也知道那是19年開始 所以我建議 調整 慢慢調整 這個委員說 可以 沒有說 就要跟他說這樣 對啦 是啦 不一定 就像委員是可以議較好 你如果說 鎮到農民 叫他COVID-19 他可能就 比較 比較難說 對不對 SARS就是因為 所以搞不清楚 SARS不知道是對哪裡來的 在防疫上 也不一定要知道 他從哪裡來的 對防疫就有幫助 所以這是 在防疫上 公共衛生上 一種慣例是都這樣 並不是歧視他 慣例就好幾種 算實就不是 以地區來稱呼 就是這樣算不知道 對哪裡來的 COVID-19也不是 以地區來稱呼 當然 都有 都有 也不是說沒有 你舉的例子 也都對 像港腳 日本 腦炎 種種 我再去 來我們 過月報告 也是有用COVID-19 好 來接著我們也來 一點點時間 先談一下疫苗的狀況 來 現在台灣 防疫的 前半段 上半場做得很好 這個表都看得到 謝謝 各方面大家做得好 做得很好 陳時中部長辛苦了 蘇院長更辛苦 謝謝 真辛苦 不過 所有的列表的 各個項目裡面 我們現在比較擔心的就是疫苗 疫苗的部分 我們現在就是說 還比較不確定的比較多 下一頁 現在我們也知道說 我們要買的疫苗 大概就是這三種 就是BNT的 還有這個AZ的 還有包括莫德納的 但是現在比較確定的 你看這個 我列了這個表 最確定的 大概只有 請陳時中部長也上台 謝謝 最確定的大概只有AZ 預計三月底台 而且只有20萬劑 大概也只能給最需要的 這個醫護人員 那其他的都大部分未定 包括這個AZ本身一千萬劑的那一部分 不是COVAX所配額的那一部分 所以簽約 但是第二劑供應 這個確定了嗎 一千萬劑 以簽約 一千萬劑 大概已經簽約 而且也付了定金了 負了定金了 再來就是莫德納的部分 五百零五萬劑 這個已經簽約 第二劑供應 這也確定了嗎 這也是確定的 那飛瑞 飛瑞的部分 五百萬劑 這個就比較不確定 現在還在等 還在等 你們現在 飛瑞的是 跟直接原廠公司 還是代理商 我們現在還是跟那個原廠 因為原來的合約都已經在了 現在等那個原廠看怎麼處理這個合約 合約已經完成了嗎 還沒完 就是簽訂合約了嗎 付了定金了嗎 其實合約是走到什麼 就是還沒有 就等於是 BNT總公司 把合約的草案 根據雙方談好 他把草案合約拟好 所以送來台灣 那我們這邊 機關署也簽了字 送回去 那現在他沒有 沒有確定 應該是這樣 一般簽約 付了定金 才正正完成簽約 其他都是在 那個簽約的內容 不過國際的合約很少到最後再換約的時候 再有所改變 希望可以很快的確定 因為現在幾種疫苗來講 大家對這個輝瑞的或是莫德納的 好像信心比較強 目前看起來是這樣 對AZ的這一部分 大家比較沒信心 早上很多委員都在問你們 AZ的 但是比較沒信心的 比較有力 沒辦法 還是要怎麼樣 有的醫護人員說 我可能要等一下 那問院長 問部長 其實你們也是防疫人員 你們也第一線 這個指揮中心 也可以算防疫 真正的防疫人員 你們也都算第一線 要不要先打 還是要再等 如果你們展現 這個信心的話 這當然是不錯的 如果 如果 我會尊重專業 陳時中部長 部長 你如果認為說 我們先進來的AZ 進來了 應該普遍的鼓勵 最少 醫護人員先打 對他們有幫助 對防疫有幫助 那你就應該要率先 可以的話 率先打也沒關係 沒有哪有說的 醫護人員你們應該先打 但是我呢 就保留一下 等輝瑞的進來再打 不要這樣 我不是這樣說 應該是說 如果第一倍一倍 是啊 煮了這樣 他說不夠 我們就不會讓人唱 那不會唱 大家一直煮 每天都這樣 在別的國家 總統 總理 都率先打 很多都如此 那個倒不是說 去搶那個疫苗 怕死 不是 那個反而是展現你不怕死 我先打 大家要有信心 對啦 有信心 抱歉啦 我說這句話 我手回來 我有信心 我敢打 不是說 我 那個 貪生怕死 然後趕快先打 不是這個意思 好下醫院 委員 我 我說 疫苗不足 我不強 是當然 沒有人敢打 我率先 這個好 這樣說就對了 這樣可以 對了 那人有機會 如果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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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